好 今天早上天气还是很冷喔 到底这一整天的天气如何呢 赶快来问一下气象主播瑞珊 瑞珊早 天地早 各位观众大家早 好 这一个礼拜天气是不是还是一样的冷 还有啊 现在台湾附近又有一个热地压行程了 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呢 把时间交给你 好了 现在呢 又有个热地压行程了 不过呢 它未来的动态 我们待会再告诉大家 现在呢 先来关心到今天早上各地清晨温度 今天早上呢 各地都还是冷稠稠的 尤其在中部的空旷地区 受到了辐射冷却的关系 早上的温度只来到了18.2度 而北部地区是来到了20.6度 南部21.7度 东方部地区也只有19.4度 但是呢 这个礼拜啊 几乎都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 虽然这个早午温度比较低 但是到了白天 温度就会逐渐的回升上来了 再来关心到地面天气图的部分 今天呢 台湾都还是处在高气压的范围里面 所以天气都是比较稳定 白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好天气 而且受到冷空气的影响 全来各地的湿度都是比较低的 就在北部的山区还有东半部地区 会出现一些灵性的小雨而已 那现在要关心的就是这个热带性低气压了 它未来都是很有可能会形成台风的 那它未来的路径会沿着高压的边缘 往西来移动 预计最快在星期四星期五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菲律宾地区 而且它的路径如果再往北移一点的话呢 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影响到台湾了 所以大家未来都还是要持续关注这个热帝的动态 再来关系到今天温度的部分 今天白天各地的高温都会是非常的温暖 尤其在中南部地区 高温都可能会达到三十度以上的 而在北部地区也会来到二十九度 东部地区二十八度 所以整体来说呢 今天天气会是非常的温暖舒适 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 早晚的温度是比较凉的 建议大家早晚出门还是要多加件外套 那我们接着就来关系到详细的温度预测 首先先来看到北北极地区 今天的降雨几率是百分之十到三十 温度是二十到二十八度 再来看到陶竹苗地区 降雨几率是零 温度是在十八到二十九度 接着关系到中部地区 降雨几率也是零 温度是在十七到三十度 再来关系到云林嘉义台南 降雨几率是零 温度是在十七到三十度 接着往南走到南部地区 今天的降雨几率也是零 温度是在二十一到三十度 再来关系到东半部地区 降雨几率是百分之三十 温度是十九到三十度 最后要看到外岛的金门马祖了 今天的降雨几率是零到百分之十 温度是十九到二十八度 再来关系到今天的农民历 今天是农历的九月二十五号 而要特别注意的朋友是属狗 三十二岁和九十二岁的朋友 那今天除了祭祀和这个 拆除房子之外 其他的事情就尽量避免 以下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做个参考 把时间交还给燕迪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